泛马勇次郎的肌肉和他一比 那纯度真是太低了 陆哥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誉 开始每天拼命的锻炼 直到精疲力尽为止 原来陆哥曾是拳击界的王者 奖牌更是拿到手软 可如今的他却整日躲在房间里 每天更是烟酒不离手 直到他看到了一篇新闻 说陆哥为了金钱替付好顶包入力 如今颓废到连三流拳手都打 陆哥气得咬牙切齿 随即掐灭烟头 放下手中的酒杯 起身关掉电视 准备用实力证明他依旧可以重回巅峰 第二天陆哥换上红色运动装 伴随着一声嘶含 像火箭一样冲出了家门 首先是速跑热身 接着再准备来几个引体向上 但由于太久没有锻炼 现在的他连一个都做不了 那就换成哑铃弯举 从手臂开始练起 接着是五小时有羊甩铁手 曾经最牛逼的强项拉锯时 现在也完全拉不动 陆哥愤怒的一拳打爆雪人的头发羡慕 一天的训练结束 第二天陆哥起得更早了 酒水则换成了更健康的胡萝卜汁 还是一样的训练内容 但今天的陆哥比昨天牛逼 不仅能连续拉引体向上 而且就连二头弯举也换成了30公斤 再来几个轮胎跳跃锻炼反应能力 一千斤的巨石居然能一口气拖三公里 最后再来个冰玉放松一下肌肉 365天从不见断 伴随着陆哥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的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倒立仰卧起座一座就是500 卧推400公斤轻轻松松 板式障碍的屋顶跑起来也毫不费力 这强壮的弓二头机仿佛要将皮肤撑爆 可他并没有因此松懈 反而更加努力 凌晨四点单手交替俯卧撑一千次 道登三吨比罗尼还牛逼 一千斤的巨石拉起来也是如履屏蔽 重回巅峰的陆哥感觉自己是时候出伤了 他要彻底击溃那些看不起他的人 拿回属于他的荣耀 看到这小伙伴们还在等什么 赶快自律起来吧